这是一台广汽丰田的自响 也就是自炫的三箱版 自炫我们很熟悉了 都拿来改成赛车开了三年的时间了 所以当这台车刚拿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是不想试它的 因为从肉眼来看 除了车头有个新的前脸以外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个车厢就是普普通通的 连个彩屏都没有 我们这台是顶配 10万块钱的车 连个彩屏都没有 连个蓝牙连接电话的功能都没有 然后这个底下的空调 除了手动空调以外 底下这个内外循环的切换 竟然都还是这种手动推杆的设计 这是90年代设计 非常老土的设计 然后车厢你看它好像有点精致感 有点质感 但是你敲一下 硬的 这个方向盘中间这里 好像有个缝线 硬的 当然这个皮是真的 然后这个盆边 哇好像是皮质的吧 硬的 这就是这个车的档次 但是一些基本面都不错了 作为一个三箱车 后座空间是够大的 这里是全屏的地台 还挺实用 但是你又看看它的尾桑 又能看出来 这车它的档次 你看这些全部外露的东西 然后底下这是一个很薄的纸板 这是一些很粗糙的再生棉 这里下还换了小尺寸的备胎 外露的泡沫 你看这些质感 你是看得到 现在合资车 10万块钱的车 能给你什么东西啊 跟自主的车 跟自主这个价位的车 在质感上已经没法比了 但是不是就一无是处的呢 我发现又不是 当我不抱什么期待的来开这部车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简单 因为这是一部丰田 这部丰田首先它有丰田应该做到的事情 就是低速的时候低扭很好 很顺 这个动力是1.5原来的方向机 配上新的CVT的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是丰田最新一代的CVT变速箱 也可以说是业界目前最先进最聪明的CVT的变速箱 配合丰田一贯的低扭非常好的动力系统 你看我现在慢慢开20公里 轻轻点一下油门 很顺 这个车去得非常的顺 然后这个车的操控就是轻巧又灵敏 它的转向虽然有一些电子感 但是还有一点点重量感 有点像大车那样还是挺有质感的 脚下的油门踩下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转速表非常的聪明 你看它上来的时候 它的转速箱有点像自动变速箱这样 你看我一踩 它一下子好像自动变速箱降了一个挡样 而且我踩的很轻 我只踩了可能三分一的油门 你看马上从1000多转变3000转 我再踩深一点 你看又变成4500转 就好像一个自动变速箱连跳了两挡样 而且它是非常平顺的 它比所有的AT变速箱都要平顺很多 所以这种感觉比原来自线的4AT要好太多了 也可以说比现在市面上的其他的CVT的动力系统都要好 比如说飞度GK5那个CVT 它就是一加速可能是快的 但是它是一种比较笨的 就是动力一来它就转速就提的老高 然后一直维持住 但是这台自想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这台新车加了自动启停 你看等红灯的时候它会吸 我现在空调开的比较大 所以它就没有吸 也是挺智能的一个设计 这个车的坐姿是非常舒服的 你看自动启停就停了 方向盘稍微离我有点远 但是总体上人体供存的挺好 而且这个座椅调起来的时候 轨道的这种滑溜的程度确实也做的很好 就这种基本面做的很好 视野很好 然后我说的 真正让我惊喜的是这台车的运动性能 什么叫运动性能呢 就是你踩深一点油门 你想让它发点力的时候 首先我发现这个车的发动机的MVH 做的比它的底盘的MVH明显要好 底盘感觉还是会有些单薄的 路罩声还是会大一点 当然在这个级别里头它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还是算是能听得到各种的路罩上 但是发动机你看我刚才说到 我会比较使劲的去对待它的动力系统 你看现在多少转了5000转 你看5500 你看维持在5500 这时候的发动机声音不大的 当然没有豪华车那种说你听不见不到那种程度 但是发动机声音不大还挺细致的 所以这个动力系统是真的挺赞的 而且这台的顶配版我刚才说它没有彩屏 没有蓝牙没有什么多媒体没有自动空调 但是它却给了你一个定速巡航 这是很实用的功能 然后还有个天窗 所以你作为日常用车 不是日常用 就作为一个个人用车 有时候跑跑长途 它又有定速巡航 这个是非常赞的 刹车的脚感也是很线性很细腻的那种脚感 虽然它的后刹车其实是一个古式刹车 但是我踩一下这个刹车踏板的时候 我感觉到的那种线性度 是很多这个价位的车是给不了的 现在有很多车它的刹车有效能 但是没有脚感 但这个车的刹车脚感比例感是非常好的 说到比例感 最赞的还是这个转向 这个转向在有弯道的地方 你稍微快点去过弯的时候 扭进去 它的手感是很好 回馈是很清晰的 喇叭很廉价 跟刚才我吐槽的这些东西一样 非常廉价的喇叭 但是你看我过弯的时候 你也过一个坑 速度快一点 来得很顺 整部车的那种转向的比例感非常好 然后我现在比较快的去批进这个弯 真的是挺快的速度进去 响胎 但是转向非常准 是一种很灵巧的感觉又很精准 而且我很能够 你看ESP已经在闪动了 但是我继续向它施压 很快速的时速100公里来出这个弯 你看车身侧倾又不大 动力又跟得上 转向很线性的感觉 你非常清楚这个车的极限在哪里 它的胎是一个挺烂的胎 不是挺烂 就是很普通的买菜胎 但是你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车 极限在哪 沟通感怎么样 哪些有 哪些没有 比如说动力踩下去 后进还有多少 你都能预知得到 转向到了极限之后 它接下来下一步会怎么样 也能预知得到 所以这是一种 很好很好的驾驶感 这个车你如果拿去跑分 拿去做100公里加速刹车 它的分数不会高的 但是它能给到你在日常道路的那种 线性度沟通感是非常好的 包括它的手动模式 你看我CVT放的手动模式 它是一个八速的手动档 我现在你看80公里 我可以上到八速 但这不是它最厉害 最厉害的是它的响应度 你看我这样打 再这样一打 你看它转速指针 这样 这样 再这样 再这样 不行了 三档 你看三档我现在加档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看到它这个速度吗 好快的速度 这响应度真的是很快 很听话的 我没有开过一个CVT变速箱 在手动模式下加简单 好像是不用思考一样 你一碰这个挡杆 它马上 它的转速立马就发生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 运动性能相当好的 一个CVT变速箱 然后整台车它的底盘 又是一个运动体质非常好的 就本身的这种本质是相当强的 所以我现在并没有后悔说 我们拿自炫来做赛车 虽然我们当时拿它做赛车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到它这个底盘会是 一个在日常开起来 底气这么好的底盘 但是在这些年来 最近这两三年来 同机的车 一个比一个沉闷 我前阵子开了一台宝来的1.5 捷达的1.5 新的1.5的大动力系统 已经闷得 简直就是毫无乐趣可言 就怎么踩 那车都不走的 但是这台车不是 这台车任何时候你一踩 它的响应性非常好 过弯的时候 转向的这种回馈又非常好 所以它会让你很开怀的去开它 你会愿意把它开快 开快的时候发轮机的隔音 发轮机的这种震动的处理也做得很好 所以这部车除了说车厢配置少 用料廉价 还有底盘舒适度又不是很高级以外 其他的驾驶层面相当好 又有定速循环 这个是我这些老车谷 就是老一辈的爱开车的人 真正心里面想要的天天开的车 这就是我想真正天天开的车 这是我给这台自想的评价 虽然这个评价可能在今天 已经是不合时宜了 今天消费者想要的是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得说 丰田用这台车示范了什么叫做好的匹配 什么叫做好的造车功力 自主品牌目前在10万块钱造不出一台 开起来都感觉这么好的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